首先先给大家来说一下 咱们今天这些课要讲的一个内容 大家可能都看咱们这个标题了 咱们这节课是一个案例的课程 也就是说咱们之前给大家讲了这个现行回归 还有逻辑回归 但是这两个算法 咱们是从原理上知道了怎么一回事 那么咱们该怎么样用这两个算法呢 那么今天这些课 咱们既是有一个案例的大背景 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关于这个回归算法 咱们该怎么样给它应用进来 以及在案例过程当中 咱们可能会讲到很多的知识点 比如说模型的评估 怎么形的建立等等很多的细节 那么对于这些细节 咱们就边讲边说了 首先咱们先来说一下 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的一个背景故事 大家可以看 就是说这里我通过这个Pandas 先是锐的一个CSV 咱们之前这个Pandas的这个东西 给大家讲过了吧 就是说咱们在做数据预处理的时候 可以用Pandas来玩 咱们今天呢 就是说要把这个Pandas 还有Numpay 以及呢这个Metplot 都给它结合在一起 咱们用这三个库呢 一起来去做一些分析和建模的工作 那么首先啊 咱们的第一步就是说 要把这份数据给它读进来吧 因为呢这个数据啊 从量上来说它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啊 我就不拿这个CSV文件 给大家打开来看了 咱们呢就直接啊 通过这样一个RID的CSV函数 然后呢咱们啊 把这个.hide打出来 这个.hide里边 咱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数据啊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首先啊 咱们来观察一下这份数据啊 这份数据 咱们先看下面吧 下面有一个五行31列 这个五行31列的意思啊 就是说咱们现在啊 大体的去看一下这个数据呢 每一个样本 它的一个属性是什么 或者说它都有哪些特征 咱们先来看 第一列特征是一个time 那么这个time啊 对咱们来说 其实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它表示这一些 就是说这个交易啊 持续了多长时间 这个量咱们对咱们来说 咱们是暂时不用的 所以说呢 一会儿啊 会把time这个列给它去掉了 那么一会儿呢 还有这样一个V1 我们看只有一个V1啊 代表着特征1 然后V2代表特征2 有V1 V2 然后一直到这个V20 一直到V28 没有回程吧 应该是没有回程的吧 一直到这个V28 我们来看 它来说 虽然说给咱们打上 这样一个标签 是一个V++ 但是没有说一下 这个当前这个列 具体表达一层什么含义吧 那么也就是说呢 对于当前这份数据来说啊 我们现在拿到的数据 它并不是一个最原始的数据 因为呢 这个信用卡其他的数据啊 它为了考虑到一些用户的隐私 或者是用户的一些 反正就是用户的一些事情 它先把这个数据啊 做了一部分处理 然后呢 才得公开出来 在处理的时候啊 它原始数据 比方说可能有一些 用户的交易金额 用户的一个交易时间 然后交易银行的代码 或者说有很多个指标 那么对于这些指标啊 可能是有很多的列的 我们是先通过这样一个降维的操作 比如说一个PC的降维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降维的操作啊 就可以把咱们的数据呢 进行一个特征的压缩 那么压缩完特征之后呢 咱们现在啊 得出来的这样一个V1 V2 一直到最后的这个V28呀 它都是啊 咱们接下来直接用的特征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这节课给大家拿出来的数据 咱们不需要做其他额外操作 就相当于是已经把这些特征提取好了 那么大家要做呢 就是说用这些提取好的特征 咱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建模的操作 接下来我们就要拿这些特征啊 使用逻辑回归来建立一个模型 那么咱们来看啊 这块还有一个amount 这个amount呢 代表着一个交易的金额 咱们来看啊 这个amount它是有比较大的 比如说是100多 然后呢还有比较小的 比如说2点多 甚至还有更大的300多 甚至更小的一些 咱们来看啊 这个从V1到一直V28 它们的一个取值范围啊 好像是从负一点多到正一点多的区间上吧 但是呢 对于这个amount来说啊 它的一个取值范围 可能浮动稍微更大一些 从几时 不是从几时了 从几 然后一直到几百 都有可能出现这些值 所以说呢 一会儿啊 咱们还要对amount这个点 做这样一个预处理的操作 那么一会儿啊 做到预处理的时候 咱们再来说吧 首先啊 就是说一份数据拿到手之后 咱们需要明确的明白一下 咱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啊 咱们要做一件什么事 大家要做什么事 应该是已经清楚了 咱们不是说要做一个 信用卡的欺诈检测吗 那么对于一个欺诈检测任务来说啊 是不是说 咱们现在的一个数据里边 它是有正常的和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呢 对于原始问题来说啊 它是既有属于0这个类 又有属于1这个类 我们可以认为呢 属于0这个类啊 它是一个正常的 然后属于1这个类呢 我们可以认为 它是一个异常的 那么接下来啊 咱们要干一件什么事啊 咱们就要说 在数据当中 能够去把这个0和1 进行一个分类 比如说0在左边 1在右边 我们中间切一刀 能够把0这个正常这个类别 和1这个异常类别 给它区分的开吧 那么其实呢 咱们要做的 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二分类问题啊 咱们要把正样本和负样本 进行一个区分 也就是说 要做这样一个分类的任务 注意点 咱们今天做的是一个分类的任务 之前是不是讲回归的时候啊 跟大家说过了 这个逻辑回归相当于什么 这个逻辑回归 咱们不是说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分类算法吗 因为在逻辑回归当中啊 我们是通过一个预值把一个得分值映射成了一个概率值 咱们再通过概率值跟预值进行一个比较 然后咱们咱们之前说过了 可能是大于0.5 让它取1这个类别 让它小于0.5 取0这个类别 所以说一会儿呢 咱们就要拿这个逻辑回归啊 进行一个建模 然后再做这样一个二分类的任务 那么拿到数据之后啊 我需要先做这样一件事 就是说 你不是要做一个二分类的任务吗 但是我们需要先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咱们拿到的数据 它是一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 它的一个样本啊 一个分布的规则是什么样 咱们现在来想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对于一些异常检测问题 可能是呢 咱们现在就拿这个信用卡欺诈的数据来说吧 那对于一个真实的数据集来说 我们来想一下 在真实的数据集里边 它是出现正常的多 还是出现异常的多呢 肯定是出现正常的多吧 因为啊 咱们在一个实际的情况当中 比方说 咱们把银行的数据拿出来了 那么可能99.9%的数据 它都是正常的 只有那么0.1%的数据 它可能出现了一些诈骗啊 或者是欺诈 或者说是异常其他的行为 所以说呢 咱们今天啊 对于这种检测任务来说 可能绝大多数的样本 它都是一个正样的 只有极少数的样本 它是一个负样本 那么咱们今天数据到底 是不是这样一种分布的规则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 这里啊 我需要先算这样一个事 就是说 咱们不是说要去算一下 咱们的一个样本 是不是均衡的吗 那么在咱们的数据当中啊 有一个指标 叫做class 也就是这样一个列 在class这个列里边啊 我们看 它是其实是有一些值的 有些值等于0 有些值等于1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认为啊 等于0的 它就是一个负样 它就是一个正样本 就是说 等于0的样本 这些都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啊 它都是一个正常的 然后呢 class等于1的 它是发生了一些问题的 通常情况下呢 咱们可以把这个数据啊 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叫做x 就是说 咱们的一个输入的特征数据 另一部分呢 叫做y啊 也可以当做咱们数据的一个label数据 那么对于这个class来说啊 它不就是这样一个y吗 因为在class里边 我们说了 0是正常的 1是异常的